我才是罗家的家主 你反了天是吧 父亲 此事跟姨宁无关 都是我的错 您要罚就罚我吧 二爷 父亲 父亲 我刚才听你们说 祖父的画作 我将祖父的画作 送给他当作礼物了 谁允许你把画给他的 你怎么随随便便 把画给别人 三哥也是罗府的子嗣 他仰慕祖父的画作 我给他临摹 有何不妥之处 白管家 把画收走 是 且慢 父亲 这画作是祖母给我的 哪怕是父亲 也不能随意拿走 罗依宁 你注意你的言辞 别以为你祖母护着你 我就不敢罚你 愣着干什么 去啊 是 父亲 此事与姨宁无关 是我反复向他接话 他不得已才寄给我的 你闭嘴 父亲处置不公 姨宁不服 我才是罗家的家主 你反了天是吧 父亲 此事 跟姨宁无关 都是我的错 您要罚就罚我吧 二爷 柳玉使 这会儿应该在六和九四等您呢 家门不息 齐姑娘 这话呢 老奴就先保管着 您别太动气 二爷他这会儿 正在气头上 有劳白管家了 二爷真是太过分了 他怎么能这么当众对公子啊 习惯了 在他的心里 没有我这个儿子 好不容易拿到那些话 住手的鸭子又飞了 不容易拿到 以后海棠院再来人 就说我不在 他们要是送礼 你就替我婉拒了 为什么 今天的情形 你也看见了 我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明白了 公子 姑娘 二爷的话 您别放在心上了 别把自己气着了 我才不会把他的话 放在心上呢 只是三哥今日为了我 受了委屈 应该跟他陪伸不识的 姑娘 二爷刚刚烦完火 要不 我们暂时和吉莫轩 保持点距离吧 别又惹二爷生气了 我和三哥又没有错 是父亲自己色令之婚 偏见又偏心 我是不会为了他 改变自己的处事原则的 以后这样的话 不许再说了 是 姑娘 我说错话了 我们 didn't want to 我说错话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谢谢观看